欢迎回来牛小咖 我是不信逼也不会倒 但是很装逼的必倒 上次的胶囊咖啡适合推荐 视频一出 真的是毁了很多人的三观 收到了不少消息说 胶囊咖啡加水 为啥要加水 第一次见加水喝胶囊咖啡的 胶囊咖啡是速农吗 所以我猜想 你们大部分人喝胶囊咖啡 只是埋头的在苦喝 没有找对方法 首先这个Nespresso的胶囊咖啡 不是速农咖啡 去年做了一期视频 我有拆过胶囊 里面是6克的咖啡粉 然后极细的益色研磨度 我先把胶囊打开 然后放到益色咖啡机手柄里面 刚好放三个就是18克 我们现在把它压平 然后放到商用益色机上面去萃取一下 这个研磨度 其实没有平时益色研磨度那么细的 要比益色研磨度稍微粗一些看起来 好 我们现在去萃取一下 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 它这个研磨度会比益色粗很多 所以它在萃取的时候就特别的快 在萃取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下子喷涌而出的 就特别快 我也触不及防的 它一下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 萃取出来它是完全没有什么油脂的 嗯 但是很浓 味道还是很重的 喝起来 因为这个是极细研磨的咖啡粉 所以做成美式的方法就是 萃取Espresso加水 因为咖啡豆能被萃取出来的咖啡物质 就只有30% 剩余70%是固体的纤维 根据金杯萃取的原理 在这30%的咖啡物质里 萃取在18%到22%之间 喝起来的口感是相对舒服的 所以 椒囊咖啡如果常吹到底 到最后萃取出来的味道 绝对是萃取过头的色味 虽然我们喝椒囊不可能按照什么 金杯萃取标准来制作 但还是要按照一个合理的萃取比例来做 才会好喝 毕竟椒囊那么的贵 首先我们说做美式 我们之前讲过美式有好多种做法 Esperso加水算是美式 常吹到底其实是比较老旧一点做法的美式 或者我更愿意叫它Longo 但是今天已经马上都2021年了 我们不要再用常吹Longo做美式了 刚才也说过咖啡物质萃取出来太多 只是椒味和苦味了 喝椒囊咖啡该讲究也要讲究一下嘛 所以今天我们用椒囊咖啡 每个十秒分成一杯 分别喝一下前中后三杯的味道区别是什么 我们现在分别来萃取三段 试一下三段不同的味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前十秒萃取出来的浓缩 然后它的cream mass 稍微厚一点还挺多的 这个是到20秒 然后这个是到30秒 然后它是从深到浅的 尝一下这个第一段的 啊这个好重 前十秒萃取出来的 它的酸味和那个浓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味道还非常的strong 很重 喝一下10到20秒的 这个就稍微会比较甜一点 而且苦味也没有那么重 比较平衡 因为它萃取的是中断嘛 期待一下这个后面这个 应该就是那种 肠脆过度的那种木头味 闻起来就是那种木头的木质味 就是没味道 然后就是它不像前面两杯 它是有丰富的那种咖啡的物质在里面 建议大家不要肠脆去 肠脆去的话 到后面它喝起来就是这种 呃完全的木头味 就会在这个咖啡里面 然后影响它整个咖啡的风味了 然后再做一杯肠脆到底的longo 和espresso加水 做成的美式味道的区别 好 我们现在再做一杯 espresso加水 和一个longo 对比一下两个之间的区别 好 我们加150克的水 我们萃取大概50毫升左右的espresso 好 我们然后再萃取一下全段的longo 现在就是刚才萃好的两个 一个是正常萃取的espresso加水的那个美式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直长萃萃萃 萃到底的差不多的亮 然后一看就是那种萃取特别过度的 大家可以看longo这一杯到后段咖啡液几乎变成了白色 最后这段白色就是木头木质的色味 正常的萃取液体 从咖啡色微微泛白的时候就停止萃取 时间点就刚刚好 我们先喝一下这个 我们正常espresso加水的一个美式 这个喝起来就是 它味道非常的丝滑 也不会很苦 也没有那种木质味 杂色味在里面 就喝起来很舒服 尝试一下这个 我看到这个就是就感觉是致死量 一下子萃取到这么这么多的 一口下去差点当场升天 嗯 区别感觉还是很大的 这个喝起来就是 基本上全部全都是那种杂味在里面 木头的味道在里面 啊好烫啊 也不是特别苦 因为我用的这一款胶囊 它也不是特别苦的 但喝起来就是那种很杂味 挥之不去 它一直会留在那个舌根上 所以这两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好 所以说大家在制作这种胶囊咖啡的时候 不建议就是 常萃取到底的这种制作方式 还是建议用一个 200毫升以类的杯子 然后萃取Esperso加水 这样子喝起来会更适合一点 因为胶囊咖啡 它的那个粉比较少嘛 所以就是200毫升以类是最适合的 好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B导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